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意思是 是死者的男友 可是他不是说是死者约他看电影的吗 你认为撒个谎很难吗 也是 另外那个张海也是 有这么巧吗 他就在死者住的地方办公的 真不可思议 从前 能联络到艳师官吗 啊 艳师官 蓝生什么也不愿意告诉我 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刚好 我和局里的艳师官藤原小姐还算比较熟 Nice 你听我说 到时候呢 这样跟他问问题 了解了 藤原小姐虽然可能跟蓝生关系更好一点 但我会努力的 另外队长你呢 啊 我要去趟化验所 我要具体了解一下死者相关物品的毒理鉴定结果 嗯 难不成 是中毒 我并不是不能接受被吓死这种说法 但死者身边的两个嫌疑人太可疑了 似乎都隐藏着某种动机 他也许吃过什么药或者食物 才导致有这种症状 毕竟他之前患过病 在某种劝诱下 被害人是可能服下别人给的药物的 了解 怎么我感觉你突然很有干劲啊 没事 没什么 你没觉得我是个乱来的人吗 绝对没有 真的吗 事实上 我是觉得很开心 小灵队长你 常能带着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在你旁边的话 感觉会更容易看清楚真相 所以 我很相信队长你的 如此相信别人可不太好 你在说什么 哼 没什么 走吧 你们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查案吗 查什么案啊 等一会 你们不是真的还在查戏院那单案啊 是啊 我们找到了新的线索 明媚媚的死肯定没那么简单 我说你们 识果而止啦 按照流程 要证据组鑒定结果出了我们才能出动 如果他们判断错误呢 啊 要加入调查码 你指你有林李美不是被人吓死的证据 决定性证据到还没有 但疑点很多 现在你会这么肯定 因为这个 从第一眼看到现场时 死者身旁的爆米花吸引了我的注意 爆谷那又怎么样啊 我问过王峰 他不吃爆米花的 所以这接近吃完的一桶爆米花 是林美美一个人吃完的 发表提吧 在电影院其他座位上 都有这桶从外面小卖部买到的爆米花 但全都没吃掉多少 几乎都是全版的状态 唯独林美美的那一桶 却吃了这么多 但她的饮料却只喝了一点点 口不渴吗 而且这么恐怖的片子 还能如此享受的一大桶爆米花 她会因为情节恐怖而被吓死吗 此外有一点很关键 经过我观察发现 似乎她边上座位的饮料 也有口红的印尽 但她边上坐着的可是两个男人 这不是非常矛盾吗 还是你认为男生说的话比较有道理 你自己定夺吧 志雄先生 我明白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证据组应该不会同意 我们拿这种线索来推翻她的结果吧 是的 所以小林队长就想我们私下把真相查出来 有那个证据组的组长自己打脸 今天做出重田 人家真是诚意邀请你加入他们证据组的 听说证据组的人工 比营证组还要好很多 要跟她合作的话 还是免了 真是明智啊 果然是我的松田宝贝 谁是你的宝贝啦 松田警官 啊 惠里 真的抱歉 要你特意过来 没事 你把我叫得这么急 我还以为要查的尸体是小林她本人 啊 惠里小姐 你这话说得太粗暴了 小林她人呢 她没来 我们分头行事 好 越来越像对合拍的拍档了 那 哪有 怎样 你想我怎么帮忙 我想你替我检查下这个死者 她叫林美美 这个女孩我早上检验过了 不是给出报告了吗 有什么疑问吗 嗯 但我觉得很可疑 能告诉我当时现场检测的一些细节吗 瞳孔放大 口眼干燥 皮肤泛红红肿 要我说什么比较奇怪的话 应该是散瞳太快了 一般人不会一死亡瞳孔就放大了 有中毒的可能性 有中毒的可能性吗 这也是你来找我的原因吧 如果你要我回答的话 我只能说 有 果然 那会是因为中毒导致死亡的吗 你听我把话说完 中毒的可能性有 但也可能不是 还是说 你们只要我给一个可能性 就能定论了 大多数心原性猝死 是由于视性快速心率失常所致 和神经功能 内分泌 心脏本身的情况关联性比较大 有可能 说实话 被吓到心脏骤停死亡的 我也就听说过 不过做了这么多年的验尸官 亲眼见 还是头一次 所以 除非是药物 不然很难解释他心脏病发 像这种情况 我作为验尸官 我只能和你描述可能性 除非是有确切论证 否则我是不会回答你 是或否的 你说人不会被吓死吗 不 人的确会被吓死 吓死源自于恐惧反应 让身体释放大量激素 导致心率失常 血压上升后 通常死于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 不过这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概率极低 贵率 我们能申请对尸体进行解剖调查吗 其实我有建议做进一步解剖调查 证据组那边说没有必要 同时受害人家属也没有同意 暂时我能帮的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拿到批准可以解剖尸体的话 我能够更准确地告诉你他的死因 感谢感谢 我先把状况告诉队长 惠里 谢谢你的帮忙 这是来去如风的姑娘 不过我有帮上什么忙吗 队长 队长 小林 不要那么粗暴 我一把年纪受不了 没事的吧 这方面我很在行的 不是那里 那里不行 好好好 我换个方向 这样 停 你今天带钱了吗 够了 你们在干什么 有志先生 我和你说过了 这个实验我来做 我以前念书时候 化学都是满分的 这就是你把我实验室 弄得一团糟的理由 快滚回去重修 队长快住手 队长你怎么可以对长辈如此无礼呢 yes madam 我知道错了 算了 我们也算是老相识 下次下手 不要那么重 对着 抱歉 有志 你确定毒物的检查项没有漏吗 常规那些对心脏会有影响的那些毒素 有测试过了不是 你还想怎样 难道我要把古往经来的所有神经毒素都查一遍 这些实验药品仪器都很贵的好吗 你怀疑中毒物不是应该你提出毒物线索吗 谁 你才是专家 专家也要讲究科学分析的呀 专家就自带扫描眼 看一下东西就知道他的分子组成 专家就不要实验经费了 推测不出毒素 完了 对了 丰田 你那边有什么进展没有啊 有 重大情吧 惠里小姐说 死者没有进行解剖 目前看有可能是吓死的 也有可能是中毒 老姑娘你真可爱 完全没用是吗 目前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毒物的种类 来 会 啊 让我想想 会里曾经说过 死者在死亡初期 瞳孔面扩大得很厉害了 一般人死亡散瞳不会这么快 瞳孔扩大很快 等等 怎么感觉今天好像讨论过这个话题啊 在你玩的游戏里面 你说什么美瞳之类的 啊 宋田 你这是 太伟大了 对 虽然你嘴巴说不感兴趣 实际上记得很牢嘛 我才没有 是我记忆本身就很好 你们在说什么 游知 你将癫血毒素 纳入检验范围试试 喂 刚才还让我去测VX 塔崩什么的 怎么一下就这么田园派起来了 信我 这是最后一次 好吧 生物检 光谱分析 得花点时间 还有 好好好 这检测被我掏了 快去吧 又被你赌对了 你带来的东西中 有一杯可乐礼 咽到了毒素 你是不是提前喝了一口 才这么肯定的 怎么可能啊 我可不想这么早死啊 这杯里含有约一百五十毫克的 钉茄茄 是足以让人致死的分量了 钉茄茄 钉茄茄可以建于多种不同的植物 最常见到的 是有紫黑色果实的钉茄 它整株都有毒 特别是那浆果 古代曾用钉茄汁当美龙剑 会让你的眼睛看起来像二次元美少女 小灵你也很懂啊 游戏里面学的 游戏成不及我 吃了这种毒会心跳加速导致心疾 且会呼吸困难 印象里存在障碍 幻觉 癫痫发作及昏迷等 也会按吃的分量而产生 当然 也包括死亡 如果这杯饮料里含有足够的癫茄突醋 喝的人 应该就能引起呼吸麻痹 心动过速 心功紊乱骤停等 中毒后的并发时间是多少 以这个剂量的话 大概15至30分钟 这药容易拿到手吗 不难呀 植物性的 又不是天山雪莲 问题是 怎么操纵时间 如何能让死者 在合适的时间中毒 我以为这种桥段 你应该看过无数次 你指内毒是在 冰块 架在冰块里 那么开始喝的时候 并不会有能够足够毒死死者的剂量 可到几十分钟后 冰块溶掉 毒就会 的确 没其他方法的话 冰块倒是个很好用的工具 测到有毒的是哪杯 就是你标记的一号饮料中 另外两杯可乐 及那桶爆米花 没什么可疑 不过 其中两杯可乐上 有些特征 你也应该察觉到吧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是我一早就觉察到吧 那就行 我帮你破了件大案 记得转账检验费 多少 请问 您需要一个干儿子吗 请问 小林队长 大叔 你不是实辣实耻 这都是凶杀案吗 既然说到这样 我认证组的我 当然要出动了 说到底 最后都要靠我来破案 对不对 是的 信号志雄先生 您愿意协助了 路在林美美后面的观众找到了 是一个女生 案发时 她似乎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 女生一个人看恐怖片吗 其实都很正常 不用大惊小怪 真是年轻可爱的女孩子 什么事情 你好 我叫小林 可以握个手吗 为什么要握手 你别理他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方川石 方川石小姐 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关于早上那些案子 哦 会很久吗 我有点累了 我们会尽量剪短的 好的 那我开始计时咯 计 计时 时 方小姐今天是来看电影的吗 是的 我听说你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 你很喜欢恐怖片 不喜欢 不喜欢 那为什么要来看 我不是刻意的 我只是买错了票 怎么说 原本打算看到卡通片的 不过 我买了票后才知道 不是卡通片 你买票的时候 不是有选看什么电影的吗 而且票上也有电影的名字 我是在网上购票的 杂志说 那套卡通在欢乐影院有放 所以我就买了 那可能是你买错了 我想也是 我看到杂志上写着 波跳崖的波尔 就想来看呗 跳崖的波尔 那不是去年的片子吗 家里的 我也不记得是多久前的杂志了 那这也能买错票 对着 这个人的证购 你们问完了吗 不不 我还没开始问 这就不知ают 哦 那 不 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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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